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不想吃棒棒糖 想把它解开吗 想解开的话告诉我 我帮你们解开 只要说一声图雷你最帅 我就帮你解开 哈哈哈哈 孩子说真话 有请四位孩子的生产厂家 快去接 快去接 好 哎呀天哪 我搞不定 我感觉这像放羊一样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赵建华来自陕西仙 今年35了 您呢 大家好 我名字叫袁莎莎 我有一次采访这个舞胞胎 也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他生孩子的时候 生完了之后 那个医生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这个爸爸进来 你看看啊 这都是你的 对对对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 我也有这种感受 就是我媳妇怀孕两个月的时候 检查的时候是双胞胎 我想说这挺好的 生个一儿女或者两个女儿 挺幸福的 你想得美 然后到了三四个月的时候 人家跑到去产检的时候 人家说你这不是三胞胎 是四胞胎 你懵了 当时我一下就懵了 当时一下懵了 你第一个问题想到的是什么 是我养得起吗 对 我这农村人我养不起啊 我想着这生活 这一下就懵了 就是人家大夫说 就说这个四胞胎也是很少 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奇迹 降临到我身上是一个奇迹 我就想说 因为当初大夫跟我说了 不行 你就检胎吧 这个四胞胎风险太大 这怎么剪呢 这都是一条条小生命啊 我也想着 因为我家里情况也不好 如果我说我要坚持下去的话 后面的话肯定会 如果你想要去哪里 就知道你会找到哪里 如果你想要去哪里 如果你想要去哪里 就想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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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去哪里 就想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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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这四胞胎最起码怀个八九个月吧 七个月 太早了 医生说有可能剩下来一斤 活不了 就当时跟我说 你就不行的话 他就跟我说的是 当时怀那个啥 但是当时就 肯定这四个就一个保不住 他当时做的决定是保大人 对 这很难做决定 一比四啊 对吧 你当时如果让你来签那字 你会选择保你还是保孩子 我会保我们家四个孩子的 这是母爱的力量 所以生的那一天 你给我们回想一下 送到产房以后 就送到这个新生儿科了嘛 因为它是早产儿 最轻的是多少 最轻的是我们这个老三 我们家老三 只有二斤一两 各个都身体健康吗 不健康 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都是早产 对 他根本就不健康 然后就是在保温箱 放了两个月 刚松下来 他就缺氧 然后就是因为 他有的器官还没长好 就是他生涯太小了 哪个器官没长好 心脏 心脏这一方面 那太危险了 然后医生跟我说的 你这四个孩子有心脏病 我感觉天就塌了 每天我就是 给这个新生儿科 就交一万块 两个月 你们俩是靠种地为上 对啊 我们是农民 当然一万块 可以说对我们来说 全国各地的人 就跑来跟我们 就是要我们这孩子 要你们的孩子 因为我们上了 好多媒体来 一报道以后 有的人就来要这个孩子 当时我就感觉 有的人说你养不起 我当时我也想过 放弃算了 四个孩子 每天一万多 两个月六十万的 就别人当父亲是高兴 他当父亲是害怕加忧伤 就是得了心脏病 害怕把孩子耽搁了 已经生下来了 这就是缘分 我就想着养 就是我就拼着命了 就是我们家 我该借的亲戚朋友 错的 还有一些好些人的帮助我们 然后医院 给我们也减免一点 总算这个孩子 就难关就过了 我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 只有四斤啊 人家正常孩子 生下来的五六斤 我没抱回来 只有四斤 这么小的孩子 胳膊这么细 咱说完了不开心的事 说说开心的事吧 生下来之后就开始养呗 对吧 对对对 这养四个 还真的得流水线作业 洗澡啊 洗完了一个放一个 洗完了一个放一个 真好玩啊 对对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那会不会认不清楚 都长一样 一个洗了三四遍 对对 就有那种情况 要么就是一个洗三遍 要么就一个没洗 一个没洗 对 一个洗他乱跑 他跑上去 他还没乱跑 还不会 不会跑到全部放盆里 不会全部放盆里 全放盆里 对 下饺子呢 对 就这样 跟下饺子一样 那这还没关系 不洗澡没关系 那万一要是这个 喂了三四遍 给撑着了 对对对 那个一个都没喂 那给饿着了 怎么办 这个喂来妃 就是强搞笑的 就他回来 以为四个一模一样的 我就分不清啊 当时医生跟我说了 你回来必须拿个本子 我记得我的本子 都记得这么高 一个孩子喂二十毫升 你算一下 一天喂八次 这就是一个孩子八次 那四八就三十二次 两小时喂一次 那后来是谁想出的这招啊 把这个脑袋上 几个揪就是老姐 这谁想出来的 这是宝妈想的 我自己想的 然后就是扎个辫子 好认一点嘛 就四个长得都差不多 就这样的好认一点 现在大一点 能知道自己的名字了 这个买衣服得买四套 对 是吧 买奶粉得买四份 对 这个真的是 每个月消费支出 大概有多少 这个太大了 这个我这是心有体会啊 就是有的时候 就我们孩子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 一天一罐奶粉 人家孩子一罐奶粉 吃一个礼拜 我们一天一罐 就我那个窗战上 那个奶粉罐 最满了 最可怜的时候 我连一罐奶粉都买不起 有的时候 我因为是没有工作 我在砖场干活了 你那是一个月多少钱 四五千块钱吧 你是烧窑吗 我就是抽砖的 啊 抽砖 码砖 码砖 那一个砖五斤 我每天要码一二块砖的 那他不能上班 他也在照顾牌子 他不能上班 对 我一个人照顾这四个 五千块钱照顾一家六口人 不够 有的时候就负债就付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够 光买奶粉都不够 最火的时候 因为我就是没有工作 一方面是二一个 也没人敢用我 人家一听我 这四个孩子 我们当地的老板不用 他说你这事多呀 不是今天请假 就明天请假了 因为他小时候经常生病 他经常生病 然后老是请假 那老板就不要他了 他们从小到大 你就是他这一得病 四个全部得病了 传染 传染 然后我就背个孩子 有的时候俩得病 我一个人背两个 你们两个会为这事吵架吗 会吵架 有时就会压力大 就有时 吵啥呢 你怎么让我生四个 对 宝妈就说我生这么多孩子 把他害得太累了 对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乎在累 我看到这四个孩子 我心情好 我现在高兴 我感觉我值了 有这几个女儿 看到他们一天天长大 我就感觉我付出再多 我心里我都值了 四个孩子有没有做过 让你感动的事情啊 有 就是有一次我生病了 他就因为他现在这么小的 还能给我端茶倒水呀 好 几个都一起上 就我们家老爱跟那个老四吧 你们上街回头率好高吧 对 我们就是上街的话 老是被人为 就是好多人拍照了 大家就是第一时间 就给我点个赞 点什么赞呢 就是说你真养孩子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 你说人家养一个 我养四个 我带到街上 人家就说你能养这么大 真的不容易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好玩的事 我记得有一次是 他们几个打架 这一次就打起来了 我打起来了 我们家是老三跟老四打起来了 我把老四拉起来 揍了一对 就是老三 他把老四打了 你会不会做错了 都长一样 就做错了 有的时候就拉起来 就做错了 做错了他还冤枉了 不行 他说他没打 还给我解释 打完以后我就 因为他几个实在是太像 生活中尴尬的事还挺多的 四个人吃饭会做一排吗 对 就是做一排 然后我们家就是军事化训练 军事化训练 对 怎么军事化呢 军事化就是 吃饭的时候就跟他 吃饭的时候 我会叫他们 站上拉火车这样 然后我就拉着他们 把大锅 这么大一个锅 我端起来往这一放 再放点菜 然后全部摆一排 然后开始给他们打散 就是他们吃饭 我们就 就是那种幼儿园的那种 小凳子 小桌子 这四个人过生日 是买四个蛋糕 还是买一个蛋糕 买蛋糕我们是买一个 我这划算 我们吃自助餐也划算 直接来一家 吃自助餐也划算 我猜猜你有什么心愿 我猜着了 我看看你的心愿 是不是跟我想的是一样 你先说出来吧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 就是给我们家 置办一套家用电器 好 谢谢 来 请回 为什么是这样的心愿 因为我跟宝妈结婚九年了 九年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娶她的时候 我花了八千块钱 娶她的时候我花了八千 她给我生四个女儿 一个两千 对啊 挺滑的 我也没置办啥家用电器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穷了 看着宝妈每天 就洗衣服特别累 你看我们家这孩子 一个孩子一天 给你两套两身衣服 就不够换 对 我们那农村的土大 就是他就是现在不懂事 有时往地下爬 就一天人家洗一套 我们就洗四套 一拖就一大堆 我们来问问她们啊 来 怎么助力啊 谢谢 我先说说我太太 现在最大的这个遗憾 就是说生孩子太少 你想要孩子 现在孩子都大了 你知道 一上研究生的 孩子一大了 你知道每天看不到孩子 她就难受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一次到位非常好 我们梅尔木医院的 就给你一点小帮助吧 给你两千块钱的资助 你愿意买点啥就买点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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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有个观念啊 就是我觉得生孩子没有吃亏的 现在有点苦 以后会甜的 以后会甜的加倍 所以说我也愿意送上 我的一个小小的祝福 我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您封一个一千块钱的红包 谢谢 谢谢 这个我看到 这也是两个女儿 我看到这个女孩 我是特别开心 因为我家两个女儿 我特别特别喜欢小孩 就是因为我的两个女儿 因为我是 我们熊九集团 是做中小企业副化和投资的 所以说有一天 我女儿在家洗头的时候 就讲 她说老爸 这个洗化水不好用 所以说我就投资了 这么一个母婴的一个品牌 叫斯托克 所以今天给你送点 实际的东西 你肯定用得着 所以今天我代表 我们熊九集团 旗下的品牌斯托克 给你赠送一万块钱的 这个母婴的 这个媳妇产品给你 专门是针对你这个年龄 这个小孩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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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老公啊 反正这个顶着压力 把这整个那儿 撑起这个家 爱人呢 也是付出这么多 所以说这个 有付出才能有回报 有口才能有甜 所以说这个 我代表我们中世环硕 给你包一个两条元红包 给孩子买一些生活上的用品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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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宝妈说啊 我也是妈妈 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带四个小孩 每次喂奶要喂四遍 洗衣服要洗四遍 哭了 唠了 还得一个一个红 哇 我觉得你太伟大了 就是我也赋予一下 所有的男生啊 真的 我觉得一定要好好 去爱你身边的女人 真的女人太不容易了 不管她是你的女儿 还是你的妈妈 还是你的爱人 我觉得女人 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么我代表我们五居武术团队呢 向您捐赠两千块钱的红包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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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 有多少的不容易 就有将来多少的幸福 对对对 好吧 这个可能更要花钱的时候还没到 对对对 还要读书等等等等 但我相信社会的爱心人士 都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我们还一定要坚持 关键是四个孩子健健康康 对 身心健康 看着他们身体健康 他们现在看着他们健健康康 然后陪伴他们成长 我感觉我就傻苦 我吃了 我都值了 你也别哭了 嗯 你们两个抱抱啊 多不容易 来 走 来 坐吧 来 来 来 排队排队 排队排队 好 军事化管理 好了 好了 好 我们拉一台 拉火车走了 走了 好了 快走 一二一 走 走 拉火车走了 走了 快走 快走 来 往前走 来 幸运的四胞胎家庭 负重前行 愿幸福不被疾病打败 希望在节目组的帮助下 四胞胎姐妹花快乐健康 茁壮成长 愿家的梦想能远航 如果您也想在这个舞台上 分享您的故事 您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微信公众号 幸福来敲门报名通道 参加本节目 大家可以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和搜狐视频 来收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和网易娱乐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知识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FTV 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的精彩内容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节目不见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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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